年庚瑶为何血洗江夏镇 血分 关键是年庚瑶几乎和江夏镇没有过联系 何来恩怨 为了江夏镇富可敌国的经营 那是七百多口人 男女老幼 甚至还有淮安营的官兵 他怎么就能确保黄四子印针一定会保全自己 任何一个环节有了闪失 年庚瑶就会立马人头落地 要想了解年庚瑶的操作 我们可以先看看江夏镇曾经给黄四子印针 和黄十三子印象带来的巨大伤害 长这么大从来没生过这样的气 你们都听着 从现在起 谁也不许再提江夏镇这三个字 堂堂当朝皇子 一个以阴冷著称 一个更是长期待兵的皇子 偏让刘八女整治到胯下而行 印象算是喊出了自己的委屈 但印针为何就能忍住 真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脸面 还是为了日后的清算 捉拿刘八女 印针安排的 寻找百官行术 印针安排的 如果年庚瑶完不成任务 后果可想而知 如果年庚瑶的任务有了折扣 后果可想而知 但来到江夏镇 先是官兵办到的招式不管用 那就只能量民身份 再是淮安营的官兵正面对质 那就只能发生火病 情况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 年庚瑶还有什么选择 所以 年庚瑶必定得到了 黄四子印针的受益 定然有着任务之外的特殊交代 所以 年庚瑶才会有这样的命令 报告大帅 镇子里 家丁和软臂大使官兵 全部杀死 家丁 杀了也就杀了 淮安营的官兵 到底属于朝廷的武装力量 全部杀死 已经等同造反 如果没有印针的手肯 年庚瑶就算是作死 也不是这个作法 接下来 就是印针特殊交代的重点 封锁消息吗 血洗江下阵以后 兵部立马便得到了消息 更何况 整整一银官兵全部被杀 怎么可能捂得那么严实 也就是说 这个通通杀光的命令 并不是为了封锁消息 而是为了泄愤 为了替自己的主子 回应当初的胯下之辱 如果这些细节 还不能说明问题 我们再来看 年庚瑶来到京城 与黄四子印针面前的 一场经典对话 现实印象 直接就是一通训斥 年庚瑶 你行啊你 一夜之间就杀了七百多人 你说你 注意 说到这里 印翔算是正常反应 接下来必定会有 更为严厉的训斥 但印翔转脸看了看 印针的表情 随即便改变了语气 甚至缓和了态度 你胆子也太大了 再看印针给出的反应 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我知道 就光是淮安营 死了一百多名官兵 现在淮安的六百里加急 早已到了兵部 这会儿不但太子知道 八哥他们全都知道了 注意印象的回答 想掉了太子和兵部 就等于暗示了黄四子印针 这件事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将来会迎来何种负面影响 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等等等等 这时黄四子印针 仅仅只是为了泄愤 才让年庚瑶血洗江夏针 不尽然 我们再来看看八爷党这边的反应 八哥 这事儿一定是太子派人干的 不行 咱们辛辛苦苦积攒那几百万银子 不能就这样让他给掠走了 几百万银子都是小事 那百官行术 绝不能落到他的手里 首先 百官行术太过关键 谁掌握了百官行术 谁就能掌握夺敌的主动权 甚至能够提前锁定夺敌的最终结果 所以黄四子印针必须掌握 哪怕付出任何代价 再者 江夏镇富可敌国 但终究只是八爷党的银库而已 哪些黄八子印字 勇于夺敌工作的必需品 黄四子印针必须予以摧毁 或许正是考虑到了这层关系 早就看穿一切的印象 开始主动帮着印针折掩 算了算了 这差事本来就难当 亮宫呢 他也没有想到 任不安会勾结怀赢的官兵拒捕 可不管怎么说 他这一次还是功大于过嘛 不但给出了宽容的态度 而且还主动给出了解释的理由 甚至还想着帮年庚瑶请功 印翔的态度转变 绝不会因为年庚瑶 只能是因为印针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 印翔所言 属实是重中之重 血洗江下阵 确实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很多问题 但关键是如何善后 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负面反扑 又是如何向康熙皇帝有个交代 眼看印翔已经帮自己解释清了一切 再看印针 马上换了态度 你啊 起来吧 你先到立部去树职 然后住到百丁寺去 不要到处乱走 这擦屁股的事吧 我和你十三爷 来给你办 瞧见没有 血洗江下阵 一夜之间杀了多达七百多人 就这么过去了 甚至连点轻微的处罚都没有 原因何在 正需要一个台阶 正需要保全年耕瑶 本就是自己安排的工作 哪能较真 当然 年耕瑶绝不能将这层窗户这桶破 只能自己领下罪过 应真明确表示了宽容 年耕瑶为何还要主动提及愿意受罚 很明显 这就是一句试探 试探应真将会保全自己 到何种程度 万一我真被捉起来 朝廷要严厉处罚我 你能不能保全我 再看应真给出的回答 处罚 真要是处罚你 滥杀无辜这四个字 就要了你的命 处罚 要处罚 就会给出砍头的处置 不光会要了你的命 就连我的前程 乃至性命都难以保证 你自己说 我会不会保全你 唯恐年更要不信 应真还专门给出了随后的几个交代 这次我和十三爷 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 窃喜江夏针的事情 你就别担心了 我和应祥一力承担 你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 怎么 还是没把握 我再让你心里有点底 你先到后院去走走 见见附近 也见见你妹子 能有如此待遇 能得如此恩宠 你觉得我会不管你吗 只是 要想控制一个人 除了利诱以外 还要追加威逼 应真随后便冲着一座钟 开始了发挥 这钟也邪性了 没个准点 哼 我看 得送造办处去修修了 钟是什么 邪性又代表了什么 已经一目了然 已经非常明确 你听话 那你就是我手中的有效工具 你不听话 那你就是充满邪性的钟 必须送回造办处 修一修 这就是敲打 这就是应真堵住 年更咬嘴的有效办法 等到年更咬离开 应真装模作样 甚至略带心虚的问向乌思道 无先生 这事你怎么说 年更咬这笔财 发的不小啊 好个奴才 这事他居然 一个字都没说 血洗江夏镇 应真没有生气 为何偏就对江夏镇的经营 如何关注 故意为之 故意演给乌思道 和印祥看而已 我要让你们看看 我对年更咬究竟有多失望 目的在于 用我的态度证明 我和这件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此认定 是不是合理 我只需要看看 年更咬随后的反应即可 刚刚血洗了江夏镇 刚刚一夜之间杀了七百多人 现在就没事了 甚至还有闲心送礼 如此这般 足能说明年更咬压根就不担心 因为这件事本就是黄四字应真的安排 但应真这边仍要继续演出 哪怕印祥拼命替年更咬说话 应真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四哥 你是没有带过兵 不知道带兵的难处 你要是手里没有钱的话 谁还给你去卖命啊 我觉得 他要是把这笔钱都用在带兵上面 四哥 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算了 你这话我不认 自古以来 那么多名将都是靠这个带兵啊 你越是帮年更咬说话 我越是愤慨 越是失望 越是认为年更咬不能再用 甚至不能再要 我都这个态度了 你们还会觉得血洗江夏镇是我的安排吗 有些时候 本就是需要装糊涂 就是要本着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基本原则 留给领导台阶 留给领导面子 印祥能有如此操作 无辞到更懂得严领导所预言 十三帝这话有理 水之清则无鱼 人之茶则无图 此人杀伐决断 将来还有派大用场处 且不可因此而毁了自己的臂膀啊 好了 年更咬不光没有了罪责 甚至还要继续重用 血洗江夏镇的事情就此结果 七百多口人 就因为印针的夺地需要 而白白牺牲 庙堂之上一举手 江湖之远 诗变天 都是工具而已 都是利用罢了 的水清则 �水清则